应用戏剧也称为应用戏剧或应用表演是一个总称 描述戏剧实践和利用创造力来推动参与者和观众比主流戏剧更进一步 它经常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来回应传统的人 制作经常在非传统戏剧空间和社会环境、学校、监狱、街道、替代教育系统等中进行 有几种形式和实践被认为是属于应用戏剧的范畴 这些包括应用戏剧以多种方式以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回应传统人们 首先应用戏剧可以作为社会变革和父权的工具 例如它可以用来提高人们对贫穷、歧视或暴力等社会问题的认识 它也可以用作治疗或治愈那些经历创伤或虐待的人的一种形式 其次应用戏剧可以作为一种教育形式 应用戏剧通常发生在非传统戏剧空间和社会环境、学校、监狱、街道、另类教育系统等中 因为它寻求参与并回应参与者和观众的现实生活故事 应用戏剧是一个总括术语 描述戏剧实践和利用创造力来推动参与者和观众比主流戏剧更进一步 它经常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来回应传统的人 使用应用戏剧比主流戏剧更进一步推动参与者和观众的一些好处包括 一、父权 应用戏剧透过提供参与者表达自己和讲述故事的声音和平台来赋予他们权利 这对于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家群体等边缘群体尤其有利 二、教育 应用戏剧可用于对参与者和观众进行各种主题的教育 例如健康、社会问题和历史 使用应用戏剧来提升参与者和观众的一些挑战包括 一、资源有限 应用戏剧通常发生在非传统的戏剧空间和社会环境中 这会限制服装、道具和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可用性 二、缺乏资金 应用戏剧通常依赖赠款 捐赠和其他形式的资金 而这些资金可能很难获得